好,我们接下来讲解学童网络PS教程,我是学童网络红尘老师,大家在学习棍当中,如果碰到问题,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使用微信里面的扫一扫功能,扫一下这里的二维码,关注一下学童网络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到里面去提问,我会第一时间帮助来去解答问题,如果大家发现在线观看不太清楚,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里面下载全套高清视频教程和对应的练习素材。 好,我们现在讲解的是第40节课,制作QQ群迁到进度条,就是这样一个案例,这个案例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的这个条,它有向下凹陷的这样的感觉,还有这里,它有一个向上凸起的这种感觉,还有这个小齿轮,还有这个15天的这个图标,我们来看怎么来制作。 这也是前两天一个学院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比较具有代表性,所以说我们专门录制这样一节视频教程,把这个学会以后,其他很多的这种图标,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PS软件把它制作出来。 好,我们打开软件,我们新建一个文档,把我们这张图片把它拖到PS软件当中,放大一点。 好,然后我们照着这个案例,来制作一个一模一样的。 首先呢,我们要绘制中间的这个条,我们看怎么来绘制,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使用圆角举行工具。 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半径,这个半径就是它两边这个圆角的一个半径,我们要把它设置大一点。 因为它这里这个圆角的弧度的话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把它设置到80左右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绘制这样一个条。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可以把它制作大一点,这样子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看得更清楚。 好,灰色好以后,我们在这里填充这里调一下它的一个颜色。 我们把前景色设置为这个灰色。 好,细一下,然后在这里调一下,调一下这个灰色。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绘制这个黑色的这部分。 我们可以直接按Counter加回车,把路径转化为选区。 好,然后只请选择菜单下面修改收缩。 好,收缩五项数。 好,我们看一下。 好,就这样一个效果。 如果你感觉收缩的有点小的话,我们可以再收缩一下。 再收缩两项数。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图标的话,它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我们填充黑色。 在这里细一下。 好,填充。 好,填充好以后,为了让它有一个向下凹陷的这种感觉, 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个图层样式。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圆角矩形这个图层。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渐变叠加的样式。 然后我们在这里设置它的一个渐变样式。 颜色我们给它调为一个灰色。 好,然后这边的话就把它调为一个白色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不透明度降低一点点。 选择线性渐变。 好,我们确定看一下效果。 还没有出现这种向下凹陷的这种感觉,我们再调一下。 可能是我们这个颜色没调好。 我们这里的这个颜色调得有点太暗了。 我们再吸一下这个颜色,把它调得稍微亮一点。 好,这里是一个白色。 从上往下选择反向。 好,大家看啊,现在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你看它上面这个上面的话是这样的,下面这里就没有了。 你看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 好,下面这里的话就看不出来了。 因为它已经被这个渐变的白色把它挡住了。 好,这里制作好以后,然后的话我们来 画这里,画这个一天这个位置。 好,我们同样使用这里的这个自定义形状工具。 首先的话,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形状。 好,我们选择这个形状。 我们首先把这个上面这个尖的这一部分把它挥制出来。 好,我们在这里挥制一下。 按住Shiver键,挥制一个正方形的。 然后把这里的颜色把它调为一个红色。 我们吸一下这里的颜色。 好,调好以后,然后呢,我们再使用这里的圆角举行工具。 把这个半径射小一点 射到20左右 看一下 有点小 因为它这个圆角的弧度有点小 我们把它调到50 好 看一下 好 现在就差不多了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绘制这样一个 圆角的矩形 好 大家看啊 这样子就绘制好了 因为它两个颜色是一样的 它一叠加的话就看不出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 把这两个图层把它选中 把它缩小一点 现在确实有点太大了 好 把它移过来一点点 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打一个一天 好 使用这个文字工具 选择字体 微软雅黑 它这里的这个字体 它就是一个微软雅黑 好 然后我们打上文字 一天 好 我们设置这个文字的一个大小 测到24 看一下 然后这里的文字的颜色 适度于白色 好 我们把这个文字把它移过来 移过来以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选区把它调出来 按住counter键 点一下这个图层的数览图 把这个选区调出来了 调出以后 然后我们选择移动工具 然后在这里设置一下 它的一个对齐方式 上下和左右 都设置这个居中 好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做好了 如果这个文字太细了 你会设置为浑厚 然后它就会变得粗一点 好 然后的话 这里还有一点点 这个颜色 我们也要把它制作一下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 中间的这个黑色 这一条的话 把它选中 把它选题调出来 调出来以后 然后的话 我们选择第一个 举行选功工具 然后按住out键 简选 把这些把它拣选掉 拣选掉以后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涂层 我们给它填充一个颜色 填充一个渐变的颜色 因为它这上面的话 也有一点渐变 好 我们调一个渐变 我们在这里 吸一下这里的这个颜色 好 然后这里的话 就把它设置得稍微亮一点 这里设置得稍微暗一点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选择线性界面 从上往下 这样子就拉一下 按住shiver键 垂直拉一下 好 我们取消选区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样子就制作好了 好 制作好以后 然后我们来制作中间这一个点 我们来看怎么来制作 为了方便 我们后面继续编辑了 我们可以先把现有的这一图层 对它进行一个编组 我们全部把它选中 选中以后 按counter加g 对它进行一个分组 好 我们命名一个名 要命名一个一天 这是一天的这个图层组 好 然后我们来绘制中间这个点 我们直接选择椭圆工具 或者直接使用这里的椭圆选拐工具 也可以 好 然后我们按住out键和shiver键 同时按住定中心定比例 在这里绘制一个圆 好 绘制好以后 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填充白色 把前景色设置为白色 然后按out加detail键填充 如果感觉它太大了 我们可以把它适当的缩小一点点 确实有点大了 好 然后把这个让它居中显示 把这个选区把它调出来 然后让它居中 好 然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个灰色的一个点 这个点的话是使用这个圆角矩形来绘制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圆 它是一个圆角的这样一个四方形 好 我们来绘制看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 我们在这里绘制一个 好 绘制一个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调一下它这个颜色 好 我们细一下这个前景色 然后在这里选择这个灰色 同样的我们设置要它的一个对齐方式 把这个选区调出来 然后让它一个水平和左右的去中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这一部分绘制完成以后 然后的话我们就来绘制上面这一部分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绘制 同样的我们把这两个图层 先把它选中 给它编一个组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里的 矩形状况工具 然后我们绘制一个方形 我们可以把绘制稍微大一点 这样子大家看得更清楚 画好以后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把它移到这个 最下方 然后我们填充一个颜色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填充一个 这个颜色 好 填充 好 填充好以后 然后呢 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会把这个选区先调出来 然后它再检选 这个选区先调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拣选 按住out键 拣选掉一半 然后它就剩下一半了 好 这样子绘制选区的话 就相当于是精准一点 好 然后我们选中我们新建的这个图层5 然后重新给它填充一个颜色 填充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这种颜色 好 填充 好 填充好以后 然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不透明度把它降低一点点 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向外凸的这样一条线 好 我们就做出来了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如果你使用那个渐变工具做的话 很难把它做出来 我们只需要两个图层 然后再一叠加 它就出现这种效果了 好 这个做好以后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图层进行一个合并按Counter加1合并 然后添加一个图层样式 描边 好 描边一个灰色 稍微深一点的这个灰色 好 描边一像素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如果感觉太小的话 你可以把它设置到两像素看一下 两像素肯定是大了 对不对 一像素就亏了 好 确定 然后呢 我们来绘制这个小齿能这个形状 我们看怎么来绘制 我们在这里选择 多边形 工具 然后我们在这里设置它的一个边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多一点 设置到20或者30 表示我们在这里设置到20 然后在这里 缩近边依据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小一点 设置到20%或者30%就可以了 大家看啊 它挥制出来是这样一个效果 如果你感觉它太大了的话 你还可以把它设小一点 设到15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在这个位置 绘制这样一个形状 把它移到这里 然后我们设置它的一个填充方式 不填充 好 描边灰色 然后实现 然后就是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效果就好了 好了 以后了 然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圆 对不对 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 使用这个 肯定工具 然后按住out键和shiver键 在这里 绘制这样一个 振元 把它移过来 或者把这个选区把它调出来 然后设置一下椭圆一的对齐方式 水平和垂直 好 这样子就绘制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绘制下面这一块 好 这个的方法跟这里是一样的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使用这里的 举行选光工具 在中间的位置 绘制这样一个 举行 好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给它填充一个颜色 我们在这里填充一个灰色 好 填充 好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辅层 然后我们再填充一个颜色 同样的 把它这个选区把它调出来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简选 填充一个亮一点或者深色一点的颜色 只要让它产生一个凸起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好 再填充 好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一个不透明度 降低一点点 这个的不透明度也降低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涂层 把它移到 这个磁楼的下方 然后把这个磁楼的选区把它调出来 调出来以后 我们在这里给它添加蒙版 让它中间的这块不显示 把这个也给它添加一个蒙版 大家看 现在的话 它是反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个蒙版 然后按Counter加I 对它进行一个反向 好 这样子就亏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描边 还这样一个斜切的这样一个角 我们也要对它进行处理 我们也要对它进行处理 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直接使用这个多边形工具 直接在这里 切一下 手工画就可以了 这种 因为这个图像的话它本身就很小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就是那么精准 然后选中这两个图层 一个一个选中 把它拴掉就可以了 大家看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这两个图层的话 你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合并一下 也可以 也可以同时把它的选须都调出来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描边 新建一个图层 描边 描边一个灰色 一项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效果就做好了 好 这个描边的这个图层 也要给它添加一个萌板 好 这样一个效果就做好了 做好以后的话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一下这个三个方形 还有这个三个矩形条 好 这个的话就更简单了 我们直接使用这个矩形工具 我们在这里绘制一个正方形 一个 好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它的一个 填充方式 不填充 然后描边 描这个 实现 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同样的 我们再使用这个 在这个位置 再绘制一个 长方条 太长了 缩小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的话 我们把这两个图层 选中 按Ctrl加G 对它进行一个分组 分组以后 然后我们按住Out键 对这个组进行一个复制 好 好 这样子也可以了 如果你感觉对不起的话 你可以把这三个组同时把它选中 然后执行图层 分布 随之去中 好 这样子它就分布好了 就是它之间的一个距离的话 就是一样的 好 这里绘制好以后 然后呢 我们来绘制这个15天这里的这个图标 好 这个的话就更简单了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矩形选拳工具 好 我们绘制这样一个条 然后的话 变换选区 让它斜着 好 然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填充一个颜色 我们吸一下这里的这个颜色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渐变 也可以直接填充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个矩形选拳工具 把这两块 靠着它这个角这里 把它给拴了 大家看 就这样一个效果就出来了 这里是一样的 把它给拴了 然后我们再绘制两个小的这个三角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里的这个多边形套手工具 然后我们从这里围着这个线开始绘制 然后我们从这里围着这个线开始绘制 我们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位置 好 这是一个三角去绘炒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 同样填充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这个绿色 好 填充 填充完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图层移到这个图层室的一个下方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同样的 在这个位置的话也是一样的 我们从这个线 从这里开始 这个线的话 你在绘制的时候 尽量靠这个边缘一点 好 好 好 然后的话 同样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填充颜色 再看 这样一个图标就绘制好了 然后我们打一个15天 都不用打了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这个一天这里 因为它都使用着这个微软亚黑 选中这个图层 然后按住out键 直接复制一个过来 然后按counter加T 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把它放上去 放这里 现在看不到 因为它图层在下方 然后我们执行图层排列 置为顶层 它是一个图层组的一个顶层 我们可以拖上去吧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拖上来了 拖上来以后的话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T给它缩小一点 因为它现在有点大了 这个文字 好 然后使用键盘上的这个方向键 给它移一下吧 好 然后我们改一下 改成15天 再移一下 给它移到一个中间点 这样一个位置就回了 好 现在的话整个这个图片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有的步骤就是这样子来制作的 这里的这个图标的话 到我们的QQ群和微信交流群里面 如果你制作的比较好的话 我会把它放到我的微信朋友圈 然后对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我的很多学员 我们群里的很多这个学员 以后就会认识你 这样的话也会快速提高你的个人的一个知名度 好 谢谢大家